你好 傅大姐 来来来 你好 我是洪杨佩佩 快进入了 傅连乡 54岁 丧偶 县区九台区 标准价二厂退休 退休金2200元 住房面积60多平米 我昨天晚上到这里 我家九台 你平时在九台 家九台这儿子洗着去 那儿子 谢谢 谢谢 给看孩子嘛 孩子多大了 孩子十六七个月了 十快十几个月了 那么小 我刚不看 你这屋全都是 这是你孙子吧 孙女 孙女 我就是中午 我下午回去 然后周日就回来 周日晚上坐726的车 就回来 坐高铁 你九台是楼房吗 楼房 其实呢 那你是喜欢 在九台乘的钱在这儿住吗 咱俩都一样 一样我在这儿 我就在这儿 不要我当休息 我就往回家 傅大姐的儿子 去年喜得一女 平时儿子儿媳 工作比较忙 没时间带孩子 所以啊 这看孩子的重任 就交给了 已经退休的傅大姐 早上给他吃完饭 就出去溜达去 溜达完 中午了 困了 就给他整回来睡觉 睡完觉吃完饭了 完了 睡完觉了 没啥事了 又出去了 我说趁着我年轻 还能管你看呢 动完了 你生孩子 我好帮你看 你动我看不动了 我可不管你管了 我可不管你 你不要 我可不给你看 那现在是不是正好啊 你现在正好 体力啥的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 也不觉得特别累 不累 傅大姐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人 提到自己的孙女时啊 笑的那是合不拢嘴呀 傅大姐对红娘说 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因为一直都想有个女儿 现在的儿媳啊 就像自己的姑娘似的 对她特别好 你那手袋是谁给你买的呀 儿媳妇 儿媳妇的 结婚是我买的 妈呀你带带吧 你带什么 给你吧 就这么给我了 儿媳妇是不是 给你可好了我感觉 我买两个包啊在这儿 我看看 你买的包买的 在这里堆一堆 哎呀乱坐着 我家还有 家还有两个包 我买的 我买的包 嗯 什么时候给你买的呀 哎呀 去今年晚去啊 自己是今年晚 妈呀你出去说背着她 抱着孩子溜达玩啥背着她 嗯 家还有两个 我说你这样的时候可喜欢她 嗯 可喜欢了 多少个不给我买件的 她说妈这个包二百元 这个包不知道没问多钱 她说妈我给你买好的 对我好啥都给你买 化妆品 哦 我说妈是给你买化妆品 嗯 给你买化妆品 你最舍得给我花钱的 嗯啊 特舍得给我花钱 我说你买的大 我说你都用泥石吧 这边是我的 这边是她的 这边都是 这口红啥都是她给我买的 因为你的东西都比她自己用的多 是不是啊 嗯 这是她的 这边是我的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好化妆品 你干啊 我说就抹一样的就行 我说妈也抹吧 这个化妆品好 就给我买 我还啥也不用我干 哦 也太行了 嗯啊 装饭都她做了 傅大姐参加原来不晚 也是儿媳丈娥 给傅大姐报的名 不想让傅大姐一个人太孤单 红娘来的这天呀 正好是周末 傅大姐和红娘说话的功夫 儿媳正好带着孩子 从外边溜达刚回来 来 大师姐 大师姐 哎哟 来找奶奶来来 来啊 来宝宝来 下次再问你了 奶奶呢 咱大姐说 这个名是你们给报的啊 嗯 妈妈 我妈 妈我感觉自己太没意思了 然后给她找一个能跟她聊聊歌啥的 在一起挺好 她感觉要哭呢 就感觉我妈挺不容易的 自己 我爸去是早上 喝酒 追隐语 发着大晚上 然后结婚 就感觉她自己挺不容易的 来往下 就得找个伴儿 找一个跟她俩能说得来的 就是人类 因为我们现在也就是 我妈也不用管我们 自己就是亲手离脚的 孩子一块上手养了 就是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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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